经常很多人问卓马说 我的车是什么什么牌子 排量是多少多少 能不能进藏呢 首先明白一点 进藏并不是牛红红的越野车的专利 几万块的奥托QQ也有成功的案例 最重要的还是有娴熟的驾驶技术和稳定的精力素质 合理安全的线路规划 但是要是你的技术不是特别牛 运气不是特别好 路线规划又不是很好 最主要的是你的信心也不是很大 还是奉劝你不要开着那些PQ奥托等小车进藏 因为一般人来说 能给人信心的进藏车子应该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大众化容易修的车 再好的车也会坏 更后况进藏很多路况都会比较差 车子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 如果驾驶的是比较小众或者昂贵的车子 配件都没有 只能叫拖车拖回来 那成本就太高了 第二底盘较高的车 假如走的路况较好的进藏路线 基本不会遇到特别难的越野路段 不过也不乏复杂的路况 不想刮底的一定要选择底盘高的车 单装上底盘护甲就更好了 第三戴四驱的车 因为下雨下雪这列恶劣天气 道路会变得凝硬不堪 如果你选择戴四驱的车 就会帮你快速通过 还可以增加行车的安全性 特别是四驱系统比较强的车型去一些游客少的地方 山上撒个眼什么的都没问题 当然车重较轻的后驱车也是可以的 第四排量大的车 因为是高原空气稀薄 人尚且有高原反应 车也会有高反 更准确的说是 发动机的空气吸入量减少 动力会明显变弱 所以选择一款排量大的车型 加速超车会更加从容 第五空间大的车 选择大空间的车没啥其他原因 又可以带很多的东西 而且相对而言空间大了 坐起来也非常的舒服 不会因为空间太小而拥挤难受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路上搭球用妹子也方便 江西德乐 我是卓马 我们是坐香港澳门台湾 以及海外华侨同胞到西藏旅游的旅行社 如果你想到西藏来旅游的话 欢迎联系卓马 我的微信号是418992 我的邮箱是卓马1991 atgmail.com 谢谢大家